HELLO 大家好,我是Philip 這條影片我不會說嬰兒事 為甚麼呢?因為我近期又買了新鏡 沒錯,我又買了新鏡 上次買完Sigma 16.4 之後我不會再買 但我見到這支鏡時,我又覺得很吸引 我又真的很想買 為甚麼呢?我慢慢解釋給你們聽 這支是甚麼鏡呢? 就是這支七公像35 0.95 光圈的鏡 0.95 光圈的鏡,0.95 大光圈的鏡 這麼大光圈,價錢都是相當貴 例如Nikon 的 58 0.95 光圈的鏡 Leica 的 50 0.95 光圈的鏡 就算 Canon 以前有些舊鏡 0.95 光圈的鏡都是賣 16000 多 我這支鏡是那些飛多於零 大約千鬆一點,2000 有找 以這個價錢買了一支 0.95 光圈的鏡 我覺得相當吸引,我忍不住買回來 那跟大家說一說這支鏡究竟是怎樣 這支七公像 0.95 35mm 光圈的鏡 都是秉承以前七公像的一貫傳統 手動鏡,全金屬座 這次是連鏡頭蓋都是金屬座 所以整件賣相相當漂亮 其次就是它的光圈,都是無短色光圈 它的對焦相當滑 讓你看看 0.95 的鏡 光圈是可以大到怎樣 是可以大到是看到自己的前面 讓你看看是看到我的 很大光圈 大光圈去到這個程度有甚麼好處呢 聽著吧 就是拍攝夜景的情況下 大家都試過了 就是要開到閥門很猛 ISO 要推到很高 會拍到很多噪音 因為你本身鏡頭的光圈就是不夠大 它的進光量就是不夠多 所以這一支某程度少少改善了這件事 因為去到這麼大光圈 進光量這麼大的時間 快門可以調快一點點 ISO 可以調低一點點 令到你把照片出來的質素會高一點 亦都可以不用落腳架 可以全部都輕輕 第一 第二就是 它拍出來的景深 是比起你一般看到的光圈1.8 1.4 的淺景深 是更加之淺的 我之前拍了幾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可以對比一下 由它最小光圈16 到最大光圈0.95 那個分別是 那個景深會變成怎樣 有些人都還會問我 就是你千多元的鏡頭的質素出來 一定是沒有那麼好的 為何不存夠錢去買這些天價的0.95的鏡頭 兩個原因 1. 會沒命的 2. 會沒命的 其實第一 我當然是正常 我不是真的 我這些業餘玩家 我真的不需要去到這麼誇張 賣一支這麼貴的鏡頭去拍 我都是純粹放上網 去放IG放上Facebook 這一支鏡是可以做到的 它出來的質素是不差的 我之前跟我兒子拍了幾張照片 其實出來的感覺是漂亮的 尤其是它的景深真的做得很淺 很漂亮 我覺得這支鏡頭值得一讚的地方 第一 第二 如果大家真的很想玩淺景深的鏡頭 這支可以讓你當作起步或接觸點 因為0.95那麼淺的景深 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能接觸到的 所以可以拿這支鏡頭 你作為一個踏腳石 去試一試看一看 究竟如何去操作 如何去拍一些前景深的東西 說完它的好處 沒有可能不說它的壞處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由於它0.95個光圈真的很大 景深真的很淺 所以有時拍攝的東西真的要給一點耐性 因為很容易外散 因為去到這麼大的光圈 你拍攝一個被清的時間 有機會眼睛已經外散了一點木 所以這方面就要留意 第二就是由於它是全手動鏡的關係 所以你的手要留下一定會好一點 第三就是鏡頭蓋 我一定要吐槽的一件事 就是一般你用鏡子一定會放過濾 放過濾之後我不明白為何鏡頭蓋會這樣 它是會鬆出來的 我不放過濾的時候它就可以夾得緊一點 但一放過濾就這樣 所以我每逢在相機袋裡拿出來時 都要相當小心 因為有可能無故會脫掉鏡頭蓋 那攪拌濾濾濾 有可能會攪爛濾濾濾 令整支鏡頭壞 都有機會 所以這方面真的要小心一點 當然我除了拍照之外 我可能會拿這支拍片的東西 拍片的質素是怎樣 我現在換一換給大家看看 這支鏡頭的質素是怎樣 我換了漆工杖上去 大家都看到環境好像很黑 為什麼呢 因為我現在只是用2.8光圈 我想讓大家對比一下 2.8光圈和0.95的分別 究竟會怎樣 好 現在我轉回到0.95光圈 現在光亮了很多了 整件事就清楚了 大家都可以知道2.8和0.95的分別 大致上光暗度會差多遠 來個小小的總結 這支鏡頭拍片的質素 現在大家都看到其實都相當不錯 拍照的質素我覺得不差 以它的價錢絕對是密消所值 大家如果真的很想嘗試 去接觸一下 0.95這個極致大光圈的震撼 淺景深的效果是怎樣 可以想一想嘗試入手 因為剛才說了 拍片拍照都完全可以 絕對沒問題 下次應該不會再說鏡頭 應該近這段時間都不會再說 任何鏡頭的東西 如果再買鏡頭的話 我真的會被人砍 因為上次認識買一支 已經是我最後一支 無緣無故又多一支 但是這支是 真的很吸引 這次的影片到你為止 我們下次再繼續 拜拜